你应该需要知道的一些英文小常识 小知识 我们这边都是一起讲一个重点 讲的比较短一点 比较快一点 现在多数人比较没有耐心 我们说Remember 它后面加to或加动名词 很多搞不清楚 有些人常问我 它后面加to加或动词加n 到底有差在哪里 它意思不一样 像Remember to 后面加原型 这个表示原型动词的意思 跟加动词 它后面加ng 差在哪里 如果是用原型动词的话 记得应该做哪些事情 应该要去做 还没有去做是未来 如果Remember后来的动词是加ng 动名词的话 或者我们讲进行事 就是曾经记得做某件事情 是过去的经验 或者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验 只要是to 就代表还没做 加ng就是 已经做 因为进行事 它已经做了 比如说 Remember to lock the door before you leave Remember to lock the door before you leave 是离开之前 你不要忘记锁门 因为你现在还在家 可能十分钟 半个小时 才要出去 所以老爸老妈 或者什么人 提醒你 你待会 还没有发生 你待会 离开家的时候 不要忘记锁门 不然的话小偷 或什么会进来 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 就是应该要做事情 I remember locking the door before you leave 它的意思是 我记得 离开之前 我已经锁上 已经发生在过去 所以ng通常发生过去 to就是未来 我记得 离开之前 我已经把门锁上了 I remember locking the door before I leave 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 用to to叫不定词 不定词后面 接这个 远期动词 跟直接 没有to 直接就动词加ng to lock 跟locking to lock 还没有发生 locking已经发生了 我们再念一次 这个句子 你就体会一下 Remember to lock the door before you leave I remember locking the door before I leave 所以这个你看 这还没有发生 因为现在是 这个 已经发生了 这边用过去词 这边也看得出来 这集很简单讲到这里